許寶們今天我們的影片要看到最後喔 因為我們今天在年末的時候 我們會送出年末的禮物喔 是大禮物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後 就可以參加我們的抽獎 嗨大家好 我是Shenel的Nessie 哈囉大家好 我是Shenel的Shenel的Shenel姐 今天是歲末年終的日子 其實剛剛我們就是把這邊全部都布置完 這裡是Shenel姐家啦 對 我們就把聖誕書 還有我們後面這一塊 都是Shenel姐親自把它給布置出來的 然後我們有另外一支影片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看 那今天呢 這支影片的主題就是想要來跟Shenel姐聊聊天 現在雖然說我們錄的月份還是11月 我們是打算12月份上這支影片 來跟大家一起聊聊歲末年終 在今年就是快到12月了 那你在掛聖誕樹的時候 每一顆Ownament掛上去 感覺都是你完成的一件事情 Shenel姐有沒有什麼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呢 每一年我很喜歡自己裝飾聖誕樹 因為我覺得聖誕節它就是一個年終嘛 我可以回顧一下今年自己可能所發生的事情 一年當中一定有很多人我需要感謝 這個過程當中就會有很多的畫面一一的出現 人有些時候還是要讓自己歸零 當你歸零的時候 你才有辦法再加入新的東西進來 因為今年是2020年嘛 那個年大家都不是這麼好過 可是呢 不要是COVID 不管是在人類上面的很多的型態上面的轉變 我們在經營企業的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都遇到很多的挑戰跟考驗啦 沒錯 那我當然要最感謝的當然是我們今年的 Chenel的所有的團隊 這個是真的需要非常非常感謝 因為在一個就是COVID的情況 大家在一個比較危機的一個狀態之下 大家都還是願意釋出自己的一點意料 在前線服務大家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上面 身為一個老闆是非常感謝的 因為在前線我們是冒著生命危險 來幫大家做一些可以讓大家有點開心的一些小事情 因為可能也會有一些亞洲的大家在看我們的影片 那比如說像台灣的朋友好了 可能就比較不會感受到這方面 因為台灣大家是一些正常的嘛 但是我們歐美這邊真的是在大作戰的感覺 那接下來想請問就是王老闆 Shirley姐 就是在這一年當中有沒有什麼 讓你最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 最深刻的事情當然是COVID 我活到這個年紀了 其實從以前到現在沒有經歷過這樣的一個狀態 嗯嗯嗯 應該大家都是 對 樹木高華有一陣子我們是差不多 有兩個月的時間我們是完全shut down 決定要重新開業的時候 其實有身邊的家人 某種程度上其實他們是反對的 為什麼我們要去冒著生命危險 在前線跟大家一起作戰 但是我還是心裡面還是覺得說 雖然就在這一個這麼的困難 跟危機的一個狀態 如果說今天我們可以做一點點小小的力量 可以帶給大家某一些 心態上面的小確幸快樂的感覺 對 就譬如說我們抓完指甲 可能它並不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 指甲可以讓自己變漂亮 然後可能在心態上面覺得說 好像今天我印象也做了一點點改變 沒錯 我覺得這個部分上面可能可以帶給大家一些小確幸的感覺 非常的感謝大家相信Chunel 相信這個環境是安全的 相信這個品牌是有靠的 沒錯 然後當然更相信我們整個團隊有專業度 其實我自己在店內也有遇到一些虛毛們 告訴我一件事情讓我覺得蠻感動的 Kobe的情況比較嚴重嘛 但是他們都會跟我說 喔Nancy其實我最信任的地方就是Chunel 因為我知道你們不管是消毒啊什麼都做到最好 來到這邊讓我覺得很安心 然後就覺得喔好touch喔 哈哈哈哈 最後學姨姐有沒有什麼話想要跟我們虛毛們勉勵一下呢 講的時候有些時候都會有很像心靈雞湯啦 我想要去呼籲大家 是事故而不是事故 這世界或許有些時候 並不是我們想像中的這麼完美 也並不是說我們很多東西可以自己掌握 每個人都跟每個人都會有一定的接觸 在這個接觸的過程當中不是你覺得好就好 因為有可能因為別人的因素會導致我們可能 情緒上面的變化 或者是說我們可能對事件上面的看法 一定要保持希望 只要我們把我們自己做好 相信自己你所做的決定是你願意負責的 我相信人性本善善良的人還是很多 是 有些時候他們可能因為經歷的事情 而讓他們有別的看法 可是我相信如果說今天我們有更多更多善良的人 一起搞不好會再重新感染他們 我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坦承地面對自己 我相信你做的所有的決定 跟你所做的任何你想要做的事情 我相信在這個對的軌道上 你一定都會完成的 好那今天就謝謝雪莉姐 跟我們分享這個布置的影片 在另外一支大家可以去看 也感謝雪莉姐跟我們講這些勉勵的話 希望我們的影片可以帶給大家溫暖 好 要來講我們的抽獎內容了 我們要先感謝雪莉姐要送我們這項大禮 你們知道是什麼嗎 就像剛剛前面雪莉姐講的 就是要感謝大家 祝福大家 所以我們要送出一雙開運美甲 就像我手上這樣子的那種 Bling Bling 就是一整套的喔 對 希望就是大家就是在2021年的時候 開頭的時候有一雙漂亮亮亮的美甲 然後那一種美甲可以帶給你福氣 帶給你就是幸運 恩 就是很有意義的一個禮物 那 跟大家說一下抽獎方式 抽獎方式呢 就是在底下留言 留說我喜歡到Chenel做藝術美甲 然後呢 我們就會抽出一位幸運兒 來我們這邊享受高級的美甲 再跟大家說一下我們的抽獎時間 今天呢 這支影片上面的時間是12月12號 所以呢 我們會一路讓你們抽抽抽抽抽抽 抽到12月25號聖誕節那天截止 然後呢 你可以不限次數的在底下留言 所以假設你真的很想要做到 收到這一雙那個幸運 幸運開運美甲的話 你給我留個100次也沒有關係 歡迎 OK 好 反正各種詳細資訊 我都會寫在底下的資訊欄 讓你們知道 然後重點來囉 聽清楚 我們會在我們Chenel的IG直播抽出這位幸運兒 然後 大家不要僥倖 想說 我沒有看直播 我也有可能被抽到 因為 我們直播現場還會再抽出額外的幸運兒 所以 所以一定要來 直播現場的小禮物就先不說囉 這就是一個秘密 到時候薛姨姊會為大家準備 那我們到時候就IG直播間 時間放在下面 大家再去看齁 等待你喔 好 那我們就祝所有的虛榜們 在2021年的時候 所許下的願望單 都能夠順利的達成 然後在2021年的時候 一切順順利利平平安安 那我的部分呢 我比較自私一點 因為薛姨姊把願望送給大家 我想要送給自己 因為我期許我自己在2021年 可以把虛擾的頻道更豐富化 就是不管是在美甲方面的姿勢 或者是更多款式的部分 都可以帶給大家更多豐富的東西 那大家也盡情期待 記得一定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然後隨時關注我們 我們有各大的social media 都可以去追蹤 非常的精彩喔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囉 掰掰